一齊在神裏面進步 今天我們繼續講回我們今年的主題 是《厚恩摘論》 在我們這個系列裏面 我也是用以色列人 一個歷史事件 就是在公元前586年的時候 猶太人因為利器神 敬拜外邦的偶像 神就興起巴比倫 將這些猶太人放逐 去到巴比倫的地方 然而我們記得 神曉遇耶利米寫信 給這一批在巴比倫的難民 鼓勵他們 要融入當地的社會 但是同時不能夠放棄他們 作為神選民的身份 我們看過很多次 耶利米書二十九章第七節 那裡說 我所使你們被老到的那承 你們要為那承求平安 我們提到這個平安 英文亦是prosperity 要求求這個城的昌盛 求這個繁榮 所以這個求的意思 不是祈禱的意思 是追求 是謀求 謀求這個城的昌盛 即是要這班以色列人 雖然他們是被俘虜去到這個地方 作為別人的街頭 但是他們仍然要為到這個城市的繁榮 的昌盛 作為他們自己的一個任務 是他們的一個責任 不單止他們要 當然每一個人都希望 在寄居的地方 得到安居樂業 可以享受那個地方 可以提供給他們的任何福利 但是神說 在這些之外 他們更加要積極地去投入這個社會 貢獻給這個國家 用他們的專長去造福當地的人 然後神說 你們要為到那個城 討告耶和華 為到這個城 求神祝福祂 保守祂 看顧祂 神吩咐祂的百姓 祂的子民 要為到那些不認識他們的人 去謀幸福 包括那些是逼迫他們的 殺害過他們的 把他們努力回來的人 要為他們去討告 不單止為那些人討告 更要全力去為他們貢獻自己的力量 你說有沒有這樣做的事 這些人都做很多的壞事 難道我們不需要為真理出聲嗎 今天很多人都要說 我們為公義發聲 很多東西 很多聲音 在這個社會上 很多時候我們都很容易說 那些是法利賽人 全部都是假無為善的 不是真的 我們很想 勒受醒他們 但是耶穌告訴我們 神告訴我們 神告訴我們 要多為祂祷告 少去審判 為甚麼呢 是否我們不應該出聲呢 有人問我 耶穌也不是整天這麼臨善 是吧 祂也去清理聖殿 祂也罵那些法利賽人 罵得很不給面子 我跟祂說 好啊 大兄 你願意學做耶穌 好 你好像希望有耶穌 那樣的公正義 好 你 好不好想學 好像耶穌那樣 肯為那些人死呢 他罵完那些法利賽人 罵完那些 的 還有些甚麼人 文士 和彼拉多說完說話之後 他跟著自己甚麼 想十字架 肯為他們死 當你願意肯為他們死的時候 你有資格罵他們 在未去罵他們之前 才想一想 究竟我願意為他們犧牲多少 我不是要將為他們願意犧牲 一切我的名譽 我的地位 只是為了他們的好處 只是為了他們能夠得到真理 如果這個是我們的心的話 我們應該去說 但是未有這個心之前 神說我們應該多多的討告 這個就是 我們說福音 要成為我們人生的一部分 這是福音的人生 要盡心抗爭在我們的生命 每一個層面 每一個思想 每一個行動 每一個生活的裏面 唯有這樣 當我們深深經歷 神的福音的改變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落實 這個的後恩責律 我們能夠將神的恩典 真是的 沒有瑕疵 沒有保留的 和人分享 今天很多人相信 聖經 基本上 是一套做人的道理 有十戒教你 這樣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是一個規條 告訴你 幾個規條 聖經 是一本規條的書 只不過當中 都加插 一兩個故事 說明這些真理 為何要遵守這些 遵守 不要做那些 但是 我們知道 真正的聖經 比我們想像的好得多 聖經其實是什麼呢 跟我們一般人想的 剛剛相反 聖經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當中 加插了一些道理 一些原則 幫我們去解釋 這個故事 當你明白到 原來整本的聖經 是一個完整精彩的故事 而且這個故事 是包括你在在內的 你就會覺得 嘩 很精彩 你看聖經 不會像以往一樣 因為有沒有人 喜歡看圖書 你何時看過 那本 《交通規則》的書 你會帶著 那裡 然後 我這些故事 謝謝你 好 謝謝